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將會介紹有關 Selling Problem 這一種題目 相信大家都會見過有關 Selling Problem 的一些題目 因為它在小鹿的時候會接觸到 去到中一的時候會正式的學習 然後一路都會再問再問 當我們見到一件貨物的時候 其實它有三個的價錢 第一個叫 Cost 中文是成本 第二個叫 Selling Price 中文是售價 第三個叫 Market Price 可以叫做定價或者原價 這三個的數值都是代表那件貨物的價錢 但是它有不同的意思 一般來說 Cost 是會小過 Selling Price Selling Price 是會小過 Market Price 有些時候會倒轉 就是 Cost 反而會大過 Selling Price 這個情況就是有關蝕本的情況 我們暫時不去討論 現在 Cost 小過 Selling Price Selling Price 小過 Market Price 這樣 當我們做一些雙減的時候 S-C 我們就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 Profit 而 M-D 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所以 M-S 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 Discount 所以我們現在出現了五個 Quantities 第一個 Cost 第二個 Selling Price 第三個 Market Price 三個是價錢 然後價錢的相差有兩個 一個叫 Profit 一個叫 Discount 開始感覺到混亂沒有 想請大家以後去看這些 Selling Problems 從兩個主要角度去看 第一個叫做賣家角度 Seller 第二個叫做買家角度 Buyer 從賣家角度去看的時候 其實它最關心的就是 Profit 它賺不賺得到錢 也就是說它買回來的成本是多少 賣出去的是多少 兩個數字相差 就會是它賺到的錢 也就是它最關心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左邊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賣家的部分 而右邊的部分又怎樣呢 從買家的角度來看 它們只是看得到 Market Price是多少 假設原價賣200元 現在賣到100元 它就見到自己折扣了100元 所以我們將這兩個數字相減 就是這個折扣 是買家比較關心的東西 特別要注意一件事 賣家是定出這個 Market Price 所以它喜歡怎樣定的話 都是由它自己作主的 所以它根本就不關心 Market Price 是它自己定出來的 重點就是它賣不賣得出 但是從買家來看的話 買家是永遠都不知道 或者是一般的情況裡面 是不會知道 那個 Cost 到底是多少 它看到的就是 Market Price 和 Selling Price 什麼時候可以買到什麼 這個就是買家的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一邊是屬於買家的部分 如果涉及到 Percentage 除了現在所說出來的五個數值 C, S, M, P, D之外 我們會再去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想知道 那個 Profit到底賺到多少的時候 我們會同一些數字去比較 那跟什麼數字去比較 可以記住永遠不會跟 S 去比較 因為它們 P 的話 就會是跟它成本去比較 就是說它花了多少錢 可以賺得到多少錢回來 總之就不會跟 Selling Price 去比較 那隨一隨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 Percentage去表示 現在用世界 P Percent 去表示這個叫做 Profit Percentage 是賣家比較關心的部分 旁邊呢 就有 Discount Percentage 我想知道的是 這個 Discount到底有多少呢 是跟 Market Price 去比較的 而同樣地 不是跟 Selling Price 去比較 於是這個呢 我們就會得到另一個 Percentage 叫做 Discount Percentage 是屬於買家的一個 Percentage 這個叫做 Discount Percentage 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再重溫一次 現在有五個的價錢 是有 Dollar Sign的 就是有單位的 三個是屬於這個 那件物件的價錢 叫做 CSM 另外賣家關心的就叫做 Profit 買家關心的叫做 Discount 而為了去比較 P和D到底是多少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到 有 Profit Percent 和 Discount Percent 這兩個的 Quantities 去幫助我們衡量 到底賺了多少 Percent 或者折扣了多少 Percent 好了 介紹到來到這裏的時候 終於可以把這條 萬能的公式去到介紹出來 這條萬能的公式是怎樣呢 大家要記住什麼叫做買賣 買賣就是要有賣家 也都要有買家 買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買賣雙方同意用一個的價錢 去到作出交換 所以我們去看 Selling Price 的時候 如果從買家的角度 會把它理解成為 Market Price 減了 Discount 而從賣家的角度 會把 Selling Price 理解成為 它的 Cost 加了一個 Profit 於是就形成一個買賣了 如果再加入剛才的 Percentage 的部分的話 可以再把這條萬能公式延長一點 因為 M 減 D 在這裏我們見到 D 是會等於 M 乘 D Percent 而在左邊這裏我們會見到 P 是會等於 C 乘 P Percent 於是下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為 M 減 M 乘 D Percent 這邊就可以寫成 C 加 C 乘 P Percent 一些基本的運算就可以告訴我們這個 C 乘 1 加 P Percent 就會等於 S S 亦都會等於 M 乘 2 1 減 D Percent 於是就產生了這條我稱之為 Selling Problem 的萬能公式 重溫一次就是這樣 S 等於 M 減 D 等於 M 乘 1 減 D Percent 這邊我稱為買家公式 因為買家是關心這個部份的 同樣一個 S 我們可以理解成為 C 加 P 亦都可以理解成為 C 乘 1 加 P Percent 這個我稱之為賣家公式 因為這個是賣家所關心的一個部份來的 而這兩條公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是一條所謂的萬能公式 幾時都適用 所有的 Selling Problem 的情況 都包括在這個公式裡面 好了你說一條公式這麼複雜怎麼用呢 其實只要在看題目的時候 認清到底它是給 C 給 M 給 S 呢 還是它給 C 給 S 給 M 呢 然後它給你的 P 還是 D 呢 還是 P Percent D Percent 呢 你認清這些給了的 Quantity 和問的 Quantity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這條萬能公式裡面 去到找出相應的項目 例如 C 乘 1 加 P Percent 是會等於 S 的 例如用一個這樣的部份 萬能公式裡面的左和中的部份 於是就可以把這三個 Quantity 連在一起 找回相應的部份出來 代入去就可以解決到問題了 這個就是有關 Selling Problem 的一條萬能公式 希望幫大家能夠整理得到 記了這一條走入考場 那就沒有什麼大差錯了 最後補充回 有時候我們會虧本的 剛才我們說 C 一般來說小過 S 但其實 C 是可以大過 S 的 這個叫做虧本 虧本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 我們將 LOST 這件事 看成為 Negative Profit Lost 就是 Negative Profit 也就是說如果它虧了 30 元的話 它就是賺了 30 元 它就是賺了負 30 元 如果它是虧了 30%的話 就是它賺了負 30% 所謂的負增長 和負利潤等等 這個就是去處理 LOST 的情況 希望今天介紹的這條萬能公式 能夠幫到大家去到搞清楚 Selling Problem 的問題 我是Chris Wong 如果你想收到更多有關數學的資訊 歡迎來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